这两天不少媒体报道 俄罗斯从叙利亚撤走了一套S300防空导弹 转移到了乌克兰 然后不少人解读 俄罗斯战事吃紧 损耗严重 拆东墙补西墙 把部署在叙利亚的武器拿到乌克兰去应急 这么看问题不就浅了吗 之前咱们也讲了 S300这类的中远程防空导弹 对于埃及 叙利亚 伊朗 越南而言 都得是几十套密密麻麻立起来才有用 中俄最低需求得200套 还得是挑一个重点战略方向部署 全国四面部署 任何一个国家都玩不起 俄罗斯从叙利亚搬走一套S300 拿到乌克兰 对战争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0.01%的影响都没有 S400都没用 都被摧毁了 一套S300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一点 俄罗斯人自己必然是知道的 所以 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 俄罗斯人明知道 一套S300对于乌克兰的战争起不到任何作用 把S300拿走 叙利亚的防空又会出现漏洞 搬走又要派船 费时费力 费钱 如此费力不讨好 瞎折腾 他们究竟图什么 什么 当然不是 之前咱们也讲了 是苏俄罗斯 乌克兰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外蒙古 朝鲜 南斯拉夫 是苏俄的传统势力范围 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格鲁吉亚 最早投向了西方 这几年阿塞拜疆投靠了土耳其 南斯拉夫从冷战到科索沃战争 再到现在 被西方逼迫 也跑到了西方阵营 现在也在参与制裁俄罗斯 外蒙古早就投靠了美国 经过这次俄乌战争 乌克兰是彻底和俄罗斯决裂了 哈萨克斯坦也趁机跑到了美国一边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咱不能讲太明确 总之是被其他大国分走了 土库曼斯坦后来搞了个 联合国认证的中立国 谁也不得罪 塔吉克斯坦是门户开放 同时和中美俄搞好关系 亚美尼亚比较悲催 他本来是俄罗斯小弟 后来跟美国走得很近 然后被阿塞拜疆揍了一顿 既然跟美国好 阿塞拜疆揍他的时候 俄罗斯也就没管 挨完揍以后 亚美尼亚觉悟了 还是得跟老大哥混 又向俄罗斯靠拢 结果这次俄乌战争 老大哥被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阿塞拜疆趁机又揍他一顿 老大哥还是没管 所以他还得调整策略 还得想办法跟美国走 先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只剩下白俄罗斯和朝鲜 这几天乌克兰在反攻 白俄瑟瑟发抖 随时都可能叛变 叙利亚也算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不过现在的叙利亚 已经被俄罗斯 美国 土耳其 沙特给瓜分了 部分叙利亚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过去苏俄在中东地区 有很大的影响力 它是站在阿拉伯国家一方 埃及 叙利亚 伊拉克都曾经是他小弟 对伊朗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后来苏联解体 俄罗斯影响力衰落 他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不断被肢解 最后只剩下局部的叙利亚 前些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 挽救了阿萨德政权 就是为了保住最后这一点地盘 而他现在撤走S300 其实就是再次释放善意 何不再反对 中吉乌铁路是一回事 让利 这些势力范围我不要了 能不能放哥们一马 撤走S300 是俄罗斯军队退出叙利亚的前奏 俄军撤出叙利亚 就是放弃了这块势力范围 所以现在瑟瑟发抖的还有阿萨德 未来用不了太久 叙利亚那边应该会热闹起来 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会很活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焦头烂额 一步步后退 他在叙利亚再保持一步孤军 是很难受的 第一 分散力量 一边和乌克兰党 一边还要往叙利亚投钱 精力 部队 第二 危险 如果有人趁着机会对住叙利亚俄军动手 很难应付 从技术上讲 俄军也不一再在叙利亚纠缠 俄罗斯是想拿叙利亚做筹码 和西方做交换 他退出 把叙利亚全部让给西方 他想换的肯定和乌克兰有直接关系 譬如他退出叙利亚 西方要乌克兰别打克里米亚 但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太糟糕 叙利亚这块筹码也不值钱了 赫尔松 扎波罗热 卢干茨克 顿涅斯克 克里米亚 有西方支持 乌克兰是必然要收复的 这些已经是人家的东西了 不能谈 拿叙利亚当筹码 谈的是打不打你本土 打不打到你下台 把叙利亚交出来 拿出点善意 或许可以谈谈 让你输得不太难看 当年叙利亚反对派 已经打到了距离总统府只有几个街区 后来俄罗斯参与 挽救了阿萨德政权 如果俄罗斯撤出 剩下的活还得反对派自己干 大佬撤了 不参与了 但还得你自己去打 这两年叙利亚也有一支网红部队 老虎师 和车臣部队一样 被吹得山崩地裂 如果俄军撤出 咱们看看他能厉害到什么程度 目前乌军并没有急着向纵身发展 而是首先巩固29日和30日 夺取的村庄和阵地 情况可以分成三点来说明 一 乌军指挥部公告说 目前乌军正在做的几件事包括 A 使用HEMERS摧毁俄军弹药库 扶桥和指挥中心 B 使用火炮摧毁俄罗斯设备和小型建筑 C 使用AGM-88HARM导弹 消灭俄军防空雷达 D 巩固防线 二 俄军声称夺回了两个在29日丢掉的村庄 对此我并不觉得意外 现代战争不像上个世纪那样 人员密集规模庞大 而是在情报支撑下 频繁作战少量杀敌 乌军的反攻并不会像是席卷一切的洪水 而更像是涓涓细流 坚定但细腻的浸泡和腐蚀俄军 这中间会充斥着相当密集的拉锯战和消耗战 三 俄军声称30日摧毁乌军几十辆坦克 数架飞机和1200名战斗员 但是他们出事的证据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张照片 这跟他们之前的做法完全一致 先说一个耸人听闻的数字 然后不出事或者仅出事很少的证据 这很难支持他们的论点 老实说 现代战争一天能击毙对方1200人 这事情我认为不太可信 另外 有个小插曲 昨天赫尔松市有报道和视频 有人在赫尔松郊区 发现有人在交货 万能的热心网友通过地理软件查着 证明交货地点确实在赫尔松市的郊区 但乌军进展没有那么快 不可能刷的一下飞到赫尔松城边 现在距离市中心 最近的乌军部队也有20公里左右的距离 这些交货也许是小谷特种部队 在和俄军守军交战 下面啰嗦一下赫尔松反攻的直接意义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 为何乌军选择在这里反攻 主要是这里有利于发挥乌军优势 而不利于俄军运输补给 如果乌克兰人顺利解放赫尔松 他们可以威胁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守 也能从更好的位置 更近的距离击中克里米亚大桥 甚至有机会摧毁 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舰队 夺回赫尔松后 乌军就可以继续前往克里米亚 从而将那个人执政以来 最大的成就彻底摧毁 让他毫无威风可言 说说战场情况 一 赫尔松附近新一轮爆炸 虽然具体情况不详 但乌军已经生命 最近的重点之一 就是使用HEMERS摧毁俄军弹药库 浮桥和指挥中心 想必这些爆炸就是在清理俄军了 同样的 辛卡霍夫卡也再一次发生了大爆炸 二 今天早上在俄罗斯境内的 比尔哥罗德市区附近坠落了碎片 这只是最近 比尔哥罗德不安定的局势的一部分 当地政府很有创造力 既不说这是烟头引起的 也没有归咎于强烈阳光照射 而是说大概是陨石坠地 好家伙 这人造物体怎么就成了陨石坠地呢 当地居民眼看俄军如此靠不住 纷纷投亲靠友 走为上策 三 今天早上在克里米亚克中部位置的 拉斯诺格瓦尔德斯科一阵 一座俄军大型仓库着火 四 我们不断听说俄军摧毁乌克兰拥有的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说法 但乌军和美国一直否认有 海马斯系统被俄军摧毁的案例 这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些困惑 最近 谜底似乎揭开了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俄军消灭的海马斯火箭炮 已达数十辆之多 但根据公开报道来看 乌军仅有16辆海马斯而已 到底怎么回事呢 华盛顿邮报透露 乌军使用了大量木头制作的海马斯模型 这些甲海马斯或许制作很粗糙 但俄军无人机不具备足够的分辨率 所以根本区别不了 由于对俄军战斗力的巨大破坏 使得海马斯火箭炮成为俄军的最优先等级目标 一旦被发现 就会遭到俄军导弹的打击 其中就包括昂贵的口径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的单价为650万美元 据说至少也有十枚口径霍旗 他导弹被这样毫无意义地消耗在木头模型上 而后者仅仅几千美元一座而已 估计邵伊古 听到这个消息应该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了 计算成本是他的劳本行啊 不过现在他的态度也已经无所谓了 说说军援方面的消息 一 拜登不愧是建制派 经过他的各种努力 又从塞浦路斯搞到一批苏质武器 现在塞浦路斯准备 把现有的苏质道尔和山毛举防空导弹 全部援助给乌克兰 还附赠一批西北风单兵导弹 换取以色列给塞浦路斯提供铁穹防空系统 塞浦路斯明显赚大了 再结合昨天说的捷克 把T-72都给乌克兰 换装德国鲍尔 估计接下来这几年 欧洲国家将掀起一波换装热 更多的国家将装备更多的西方制式武器 而一些传统上 武器出口并不强的国家 比如韩国 现在已经拿到了巨大的订单 不知道为啥 有些吹得很牛的武器出口国 却不能从这波换装热当中 分一杯跟风呢 二 还有一则关于伊朗无人机的综合报道 据阿克林法曼记者称 乔拜登的政府官员向CNN讲述说 俄罗斯人本月早些时候 从伊朗购买了一些无人机 并于8月中旬用货机将其运回俄罗斯 可能会部署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美国人指出 俄罗斯已经正式买到的是 伊朗默海治-6和Shahed系列无人机 Shot-129和Shot-191 这些类型的无人机 能够携带精确制导弹药 也可用于侦查 监视和校准炮弹落点 俄罗斯打算进口数百架无人机 用于空对地攻击 电子战和监视侦查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不过 俄罗斯从伊朗购买无人机的事情并不顺利 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因此目前还难以判断 最终这些无人机能否部署到乌克兰战场 并且发挥作用 此前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 曾向乌克兰外长库勒巴保证 伊朗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但现在态度已经改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塞尔·卡纳尼承认 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存在技术合作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则表示 对此事购买伊朗无人机不予置评 不过 一些消息人士则宣称 俄军队拿到手的伊朗无人机并不满意 不仅制作粗糙 而且其性能和可靠性 并不像宣传中那样好 其内部充斥 大量西方制造的商用零部件 并不比俄军同类无人机更好 只是数量多罢了 至于俄军是否已经在乌克兰使用了伊朗无人机 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证实 并且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力量和战斗民族的俄罗斯 要向伊朗买无人机 本身就说明了俄罗斯军事科技已经落后于时代 著名乌克兰军事专家奥列格·日丹诺夫 Olex Donald最近宣布 俄罗斯已将黑海舰队的 大部分司令总部和部分舰队力量 从克里米亚临时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 转移到黑海边东北面的新罗西斯克市 后撤了大概350公里 他们心里清楚再不躺 就要搞得像莫斯科号一样的下场 还有一个突发新闻 戈尔巴乔夫昨晚逝世 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高度评价格士 称他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 确实 根据MF2021年的数据 爱沙尼亚人均GDP多达2.6万美元 在全球排第33位 这一例子证明 只要一离开苏军控制 大家生活都会变好 乌克兰为啥铁了心一路向西 无非西方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 这在以前根本就不敢奢望 真心要感谢哥士 如今中文局欲网内 许多军事博主和俄相们却还在不断缅怀 那个曾经的庞然巨物 真不知道他们从莫斯科领了多少工资 说说俄罗斯能源武器的事 一 战场上打不过西方 俄罗斯就开始耍赖了 根据路透社报道 9月1日起 俄将终止对法国天然气供应 据今日俄罗斯RT30日报道 俄国有能源巨头俄气当天通过一份声明称 由于法国能源巨头NG公司 未能完全支付7月份的进口天然气费用 他们将从今年9月1日起完全暂停对该公司的天然气出口 直至应付款项完全长清 我看到中文局欲网内军事博主军采用 《骇人听闻》的标题 称此举将一举击溃围绕俄罗斯的封锁和包围 战斗民族将使用能源武器将西方的遏制和扼诈扼杀在摇篮里 欧盟惊悚 西方恐慌 反动派遥遥欲坠 法国即将崩溃 不过 法国人当然不会对此毫无准备 毕竟也是风里来雨里去多少年的法兰西了 法国能源转型部长阿格尼斯当天批评俄方利用天然气出口 作为战争武器 同时警告 我们一定要供应完全中断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 似乎并没有行将崩溃的征兆 我总觉得这两者态度如此迥异 是不是哪里有点不对 后来我一查才发现 Benji公司发言人称 目前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占公司进口总量的比例已不足4% 在俄乌冲突之前 这一比例是17% 就这么一点可怜的比例 全没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且这是以下提醒我了 法国是核发电大国 核能利用水平全球领先 核电占发电占全国电量供应的70% 多余的电能还出口给德国 成为了德国不发展核能利用技术的底气 因此 相比于德国等欧洲国家 法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程度很轻 不仅如此 法国早就注意到能源供应的多样性问题 及早布局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 来自挪威的天然气 就占了整个法国进口量的三分之一 其余荷兰 阿尔及利亚和卡塔尔等欧洲和非洲国家 也是重要的法国天然气供应来源 因此 法国完全不怕俄罗斯卡脖子 但是法国不怕 不代表所有欧洲主要国家都不怕 有一个典型就是德国 这次俄罗斯人耍赖 除了对法国能源巨头断供 连带通往德国的北析一号管道 也将暂时关闭三天 原因是管道中唯一仍在工作的压缩机 需要维护 不仅如此 维护结束后 管道供应量依然是3300万立方米每天 仅为管道设计最大供应量的20% 德国人又一次被狼来了 之前 俄罗斯六台北析一号德国西门子 涡轮机在加拿大分公司维修时 被加拿大政府扣留 6月中旬 俄气将经由北析一号天然气管道输网 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少近60% 每天供气量不超过6700万立方米 消息一出 德国人如热锅上的蚂蚁 爱求加拿大政府放行涡轮机 加拿大政府很奇怪 我扣留涡轮机 不是为了制裁俄罗斯帮助全欧洲吗 你们怎么还怨起我来了 德国人说 问题是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之后经过多方斡旋 加拿大于7月18日 向德国交付了第一台涡轮机 但是俄气拒绝接受 原因是俄方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提供某种保证 以证明该设备不会受制裁 沟通随后陷入僵局 如今这台涡轮机仍滞留在德国 7月27日 北析一号天然气管道 又一台涡轮机停止运行 日供气量从6700万立方米降至3300万立方米 我们之前说了 这点供应量仅为涉及最大供气量的20% 8月21日 舒尔茨跑到加拿大访问 就返还剩余的五台涡轮机问题进行了磋商 三天后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 加拿大外长乔丽表示 应德国要求 加方加按计划返还北析一号的其他五台涡轮机 德国人的窘境在全世界面前展现无疑 这就是绥靖派把自己的能源安全 交到俄罗斯人手里的下场 二 乌克兰国家天然气公司Navtogast的负责人 尤里维特伦科说 乌克兰人可能会迎来几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因为集中供暖的室内温度 将设定在17至18摄氏度之间 比正常温度低约4度 他建议人们储备毛毯和保暖衣物 以便在室外温度降至或超过冬季平均温度 零下10摄氏度时使用 而且他还说 供暖剂将推迟到来 提前结束 而且供暖情况可能还会受到外界影响 比如国际盟友是否为其提供 进口40亿立方米天然气所需的资金 以及俄罗斯是否会破坏天然气基础设施 或进一步减少其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 我还是觉得有点神奇 在上海我们没有宫暖 屋子里日常就是10摄氏度左右 待在这样的房间里 得一直穿着棉袄或者羽绒服 而且中国北方虽然有宫暖 但也达不到20度 比如中国最北的省份 黑龙江的宫热标准就是18度 但个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高于18度的温度标准 看来俄罗斯给欧洲断气 想把欧洲人统统冻死的说法 还是听听的了 但不了真